嗨,大家好 之前有一家店铺 他叫我去 说因为他觉得他的 边压器声音很大 怕有问题 那我现在给大家看看 我这个工作的地方的边压器 他就是很长的 因为时间久了 他这个 本身的 电磁信号 引起他里面线圈 或者什么的震动 如果大家把手放上去 都能感觉到这种震动 所以 如果一个边压器 他有一些 Homming 就是嗡嗡的声音 这本身是正常的 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专业的 电工类的网站 但是我看过一些内容 跟这个也类似 就是 首先说 产生 变压器噪音的原因 是因为它有电磁 然后电磁磁场 导致整个里面的 这个 扰线也好 或者是结构也好 会变动 位置变动 那你这个60Hz 甚至更高的这种震动 自然会产生一些噪音 然后下面这些 就写了 It isn't possible 就是 It is impossible to remove 这个completely 对不对 就是没法消除 这种东西 然后呢 它解决方案就是 不要有人 放置在角落 这样的话 会让噪音的声音更大 然后这个 下面 最好是一个固定的 surface 比如说 concrete 然后把所有的 螺丝上紧 对吧 加一点这个 隔音的之类的东西 所以总体来说 变压器 只要是输出电压正常 对吧 有点噪音是 没有什么问题